最近大家也都陆续地放暑假了 我在后台也收到许多收入者的私信 大家都要知道怎么样去利用暑假的时间 去安排一些训练 等到开学的时候 可能会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今天也做一期视频 跟大家简单简单 如何更好的利用暑假的时间 去合理地安排 去计划我们的训练日程 在我们的视频开始之前 我先简单地跟大家反馈一下 我们线下训练营的情况 如果顺利的话 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们线下训练营的海报应该已经发布了 同时也开启了我们球员的招募 如果大家想利用暑假去更好更快 更高效的去提升自己 我是非常有信心帮助到你们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通过我们下方的置顶留言 获取更多的信息 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启我们的这期视频 首先对于球员来讲 我能想到的一个最不理想的一个假期规划 就是完全没有规划 或者说非常随意漫无目的的去做一些规划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球员可能早上起来 醒了之后感觉非常有斗志 他就突然去到球场 然后去做一些训练 但是具体练的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的 没有提前去做一些计划 然后可能到了球场之后 这边投两个 那边投两个 然后跟旁边的人打一打 这个单挑 然后就觉得自己练的不错 就回家了 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 也忘了自己昨天练了什么 然后第二天也没有去继续的研究训练 有可能朋友叫着出去玩 然后他可能就出去玩了 然后就休息了一天 可能第三天感觉到又有斗志了 然后又去训练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整个假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也并没有获得特别好的一个训练的效果 所以说一个成功假期的开始 一定要先从我们的训练日程开始安排 比如说我们一周七天作为一个小的周期 周一到周日 我们挑出来一到两天 作为我们的休息日 在休息日的时候 我们什么也不做 我们不会安排任何的训练 我们可以跟朋友出去玩一玩 或者是在家里打打游戏 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拉伸 包括一些放松 然后我们剩下的这六天 就是我们训练日 然后确定好我们训练日之后 我们下一步就将我们的训练计划 填充到我们的训练日里 具体的训练计划 可能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去做一些设计 我的建议是 大家可以能够想到自己最重要 自己最想提高的两个方面 然后围绕这两个方面 去做一些训练的计划 简单来讲 比如说我感觉到我的运球 面对防守压迫的能力 可能稍微欠缺一点 我们就可以练一练我们运球 这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方面 比如说第二方面 是我感觉我的投射 并不是特别的稳定 我们就再去花时间练一练我们的投射 然后当然去做这些 算是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些进步的点之前 我们一定要保持好我们自身的状态 比如说我的强势的点 我一定要通过我们暑期的训练 去一直去维持 甚至说去让它变得更强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去发展一些新的技术 其实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我们的根基 就我们的优势 是永远不会变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去制反引爆 让这个树的变得更加的熟弱 当然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方面 是适用于绝大多数还在成长 还在发展当中的球员们 其实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精进 我们已经有的这些技术 然后同时去开发一些新的技术 让我们的整个比赛变得更加的全面 当然为了完成我们这些训练目标 我们还会分为一些不同的训练类型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去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个人训练 也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训练 其实一个人训练比较简单 你不需要去碰其他训练的时间 然后自己比如说有这个场地的话 自己就可以去练 个人训练的话比较适合于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我们还不是特别的擅长的技术 比如学习一些我们新的技术 只需要去不停地打磨打磨打磨 不停地去重复 然后一个人训练 这样效率会比较高一些 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小组训练 其实我非常建议大家 找一个训练大大 或者有个固定的训练小组 这样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训练效率 无论是你们相互的帮助 还是相互督促 还是相互的竞争 相互的对抗 这都是有很多好处的 并且你们可以完成很多 一个人没法完成的一些训练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一对一的对抗 包括一些small set的game 去模仿我们的模拟 我们比赛当中的一些情况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另外我们练乡房的训练 也需要考虑进去 因为像暑假这种一到两个月的大块训练时间 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适合我们做一个周期训练 可以系统的提升我们个人的身体素质 然后也无疑会帮助到我们球场上的一些运动表现 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比赛 我们的对抗 无论是我们的半场的比赛 还是全场的比赛 我是希望大家在一周里面 至少有一到两次的这种 比较有高质量的这种对抗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将我们训练当中训练的这些东西 去做一些转化 同时在比赛当中 我们会发现一些 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不足 一些技术的应用上的一些瑕疵 让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训练当中 去继续完善我们的这些技术 最忌讳的就是说我们整个暑假 我们闷头一直在训练 然后不和任何人打对抗 在闭门造车 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然后关于训练类型 大概其实就是这些 其实讲来也挺多的 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想让我给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训练模板 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个算是比较常规的模板 比如说一周七天 我希望大家可以休息一天 然后会有两到三次的个人技术训练 这两三次个人技术训练里面 一定要包含一次投篮训练 然后会有两次的小组训练 然后这两次的小组训练里面 我希望会有更多的对抗 然后会有更多的这种small sided game 去模拟我们的比赛 然后会有两到三次的 我们的力量训练 然后这个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然后去做一些加减 然后最重要的是会有一到两次的我们的这个高强度的对抗 然后以上的无论是全掌还是半掌 然后以上的就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这个训练模板 最后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控制好我们的训练强度 以上所说的这些训练呢 并不是每一次训练都是强度拉满 都是让你第二天都很难这个下床的这种强度 一定要保证我们的高强度日的训练 一定要高强度 要像比赛的这个强度这个速度去完成我们的训练 然后我们的低强度中低强度日呢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这些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以及容量 不要让自己太累 这样呢合理的去安排穿插我们的这些训练 才会让我们这个训练的更加到高效 那么关于我们这个暑假的训练计划 以及日程安排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也是希望大家从中所收获 一定一定不要荒废我们这个假期 如果大家想在这个假期更好更系统的去完成自我的提升呢 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训练营 相信我呢 一定可以帮助到大家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就下期再见